2022 台湾社会学位年会 知能行义 本次专题演讲 由谢国雄老师主讲 主题为 他们为何打拼 我们为何研究 论田一里路 所谓的观点就是盲点 我今天演讲其实也是一样 我代表了某一种观点 那它必然它有呈现盲点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题目 其实是两个问题组成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们为何打拼 这个他们就是我们的研究对象 然后另外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做研究 它两个问题 但是呢 我给的是同一个答案 就是田一里路 这个答案 他们为何打拼 他们社会社会里面 是展现出来的那个运作逻辑 也就是他们行动的逻辑 这个是我所谓的田一里路 那对我而言呢 对研究者而言 我们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 是试图去掌握去勾勒 他们的行动逻辑 也就是他们的田一里路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我们社会生活里面大概就是 环绕在利益 权利跟意义这三个 这大概是田一里路的实质内容 然后第二个我要讨论的就是 田一里路的一语多 我们一般认为 田一里路大概只有一种而已 所以一个田一里大概只有单一的田一里 但事实上实际的情况可能不是这个样子 那第三个我要跟大家讲就是 我能够了解田一里路从哪里来的 它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然后第四个我要跟大家谈的是说 田一里路怎么运作的 它带来什么样的效应 那最后呢 田一里路的社会化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田一里路大概是有具体 有限的时空范围之内 从田一本身 它逐渐的 我们讲的饱和 然后在田一饱和之后 逐渐的向外扩散到整个社会 这个整个过程我把它称为叫做 田一里路的社会化 这个大概是我今天 今天要讲的主题 那万变不利其中 我讨论这些议题的一个基本立场 就是技法 基本议题 认识论跟存在论的四位议题 可以有助于我们来勾勒 这个田一里路 技法大概各位是知道的 那基本议题 社会学基本议题 就是探讨社会秩序的形成跟变迁 OK 那所谓认识论呢 大概就是说 你认为这个世界 为什么会以这样的方式存在 那我们用什么方式 研究者用什么方式认识这个世界 报道人又是用什么方式 来认识这个世界 它是只有物质呢 还是有它的象征的层次 这都是属于认识论的问题 那存在论比较是我们的 不论我们做研究 或你的报道人 他都有他的价值观怀 这四样东西 大概就是我所谓的四位议题 那你如果能同时掌握到四个面向 来勾勒田一里路的话 这个田一里路 大概就是比较丰厚的 比较深刻的 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田野里路 大概是这样子的 选几个不同类型的田野 来跟大家分享 在这些类型的田野里面 它的田野里路长什么样子 那其实就是今天 大家下面看到的这几个类型 既没有田野里路的问题意识 它也不会勾勒田野里路 当作它的目标 我这里举了一个例子 叫做Mary Ansel 它是一本书的书名 它研究的是1929年经济大萧条 奥地利 维也纳附近的一个村落 它是一个工厂村 就是它整个村落就是一家工厂 那后来呢 因为经济大萧条 整个工厅关了 全村都失业了 它发现了就是 这个村民对待失业的态度的四个类型 第一个就是它还持续 然后第二个是逐渐上师活力 然后第三个是绝望 那最后是人感 它发现了四个类型 我们有很多研究 大概只是做类型化 那在这个例子我要讲的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底下 它并没有割勒出一个运作的逻辑 而事实上 你如果透过类型化来看的话 其实背后是有一个逻辑在那边 你要是有田野里路的逻辑 很显然 你可以勾勒得更深刻 比如说以这个案例来讲 它真的要讲的就是说 我们因应失业的这个态度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背后的mechanism跟process是什么 这就是我所谓的运作逻辑 也就是田野里路 我要举这个例子上 是一个说 它可能是我们的起点 一开始你可能没有 田野里路的一个想象 你做出来可能就是 单纯的类型化而已 刚刚是有关以社区为部落 它所勾勒出来的这个田野 我们看到的就是说 它主要是以意义的斗争为主 但是它同时设计的利益跟权利 工厂与公司 就是在勾勒资本的前世 今生跟来世 它告诉你资本是怎么运作的 马克思对手是很清楚的 就是当时的古典政治经济学 它很重要做一件事情重新概念化 任何一个社会 在它维生完毕之后 一定有一些多出来的东西 我们称为圣语 那这个圣语的东西 我们怎么去理解它呢 古典政治经济学把它理解 它就地租 利息 利润 那马克思认为这个概念都没有掌握到 就是超出生计以外 多出来那个东西的特征 他认为那是就是圣语 OK 透过这样重新概念化的方式 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解 就完全不一样 OK 所以它很重要一个捕捉天线理物的方式 是重新概念化 所以我讲reconceptualization 这个圣语价值的创造 占用跟掩盖 它也内涵了一些矛盾 比如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 你生产力提升之后 对劳动力的需求就会下降 但是圣语价值主要是来自劳动力才能创造 这二者就内建了矛盾 那或者说雇主希望能扩大圣语 但是劳动者希望能让他的身心能维持下去 所以这又有一个矛盾 所以这个例子在告诉我们就是说 你要勾勒天线礼物的时候 你要注意它内涵的矛盾跟冲突 接下来这个是大家熟悉的 就是manufacturing consent 它研究的是一个芝加哥的工厂 这些芝加工厂工人为了赚取那个绩效奖金 为了达标 他们会努力赶工 我们称为赶工游戏 有点像打电动一样 OK 然后万一没有达标 我会跟其他同仁采生冲突 manufacturing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点就是 它告诉你这个赶工游戏不是平白而来的 它背后有三个制度在支撑它 一个是既建制 一个是内部劳动力市场 就是申请是在内部里面的 那第三个呢 就是说它有工会跟雇主的协商的内部国家制度 在这种制度构成底下 这赶工游戏才玩得下去 所以这部分就是马尼诺斯基所讲的制度的面向 也就是我讲的田野礼物的制度构成 它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让你忘记你是一个受雇者 让你忘记你是在替雇主创造第一轮 所以这个田野礼物运作的一个结果 其实就是一个掩盖 就是我讲的衍生的效果 在学校里面我要举的是 Paul Willis的Learning to Labor 很多人都知道 他研究的是英国工程社区里面的 他们的中学生为什么都做蓝领工作 为什么继承副业 就是令人压抑的是 他们是主动选择 主动拥抱蓝领工作 这才是要解释的谜题 他勾会的田野礼物就是这个学生的行动的逻辑 如果约瑞知道放一班的学生 知道他们是捣蛋 搞鬼 作弄老师 这个Paul Willis又把它勾勒出来 这是一个反学校的文化 就是要反抗学校的权威 所以他掌握到第一个田野礼物 就是说它是一个反学校文化 但是他又进一步看 这些学生所表现出来的对抗 他有他的逻辑在那个地方 而且非常的合理 这群学生他已经看穿了 就是学校所讲的一切 你好好读书将来就有好工作 他发现这个是不成立的 因为对他们而言 你好好读书将来也是 当一个一般的文员而已 而且外面的工作 基本上就是贩卖劳动力 没什么高下 所以他已经对于教育这件事情 做了一个理性的本意分析 所以意思是说 我刺穿有Petrait的 这个教育制度 以及资本主义所讲的教育 可能带来的好处 那我们就会想说 哇 如果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都反了 这群学生已经看到教育 已经没什么作用了 他们是不是直接就会 推翻这个既有的制度 就不是 因为这个时候有一些 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些意识形态 文化因素进来了 他们把劳力跟劳心分野之后 他们选择了劳力 认为那劳心的事情 是不能展现他们 层次他们父辈的那种 男性雄风 所以他看这蓝领工作 他不是把它看成负面 他把它看成是一个 展现男性雄风的一个 一个场域 所以意思是说 原来是可能造成改革 或推翻秩序的这种刺穿 因为劳力劳心的二分 以及男女的二分 让他受到限制 然后竟然让他们 主动去拥抱蓝领工作 这是社会学讲的 非意图的后果 它不是我们想象的因果关系 是一个非意图的后果 所以我要讲全控社会 因为全控社会是 就是我们社会学家 很fancy的一个课题 就是当一个社会 全面监控的时候 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那我第一个要讲的是 精神病院 The Asylum大概是大家也 知道Iran Goffman 一个很重要的作作 他这个例子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 官方的诠释架构 就是在整个精神病院的 运作里面 它背后的一个 最重要的依据是精神医学 所以精神医学是它的 诠释架构 但是它在这个讲 精神医学的运作的时候 讲得非常有趣 精神病院的住院者 你的所言所行 都会被当成病症 OK 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就是说 在田野里路里面 有一个那个 异义层次的诠释架构 这个诠释架构 一方面有来自官方的 住院者 他有形成他自己的诠释架构 住院者行动的逻辑 那 现在你会问就是说 那你为什么不把那个 官方的诠释架构 当成你的行动逻辑 那是因为 Govern他选择了 住院者的意义事件是什么 所以你选择哪一个 当你的田野里路 是跟你的关怀有关 但是你一旦选择之后 你同时要有全面的关照 比如说他选择了 住院者的行动逻辑 但是你看他关照的有 这包含这个机构的 面对的结构条件 包含官方的诠释架构等等 所以田野里路是一个 全面性的工作 好 到了最后 我最后的意思是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我简单地讲 他所发现的田野里路 就是自我调节的市场 有这个市场不受外界的规约 还有他自己的逻辑 不断地往外扩张 这是他发现的逻辑 然后你看 他的实距是从 19世纪到20世纪初 他没有特定的实践 然后他也没有特定的地点 所以这个例子 告诉我们第一点就是说 请你不要把田野 只想象成是一个 具体时空里面的场域 然后第二点呢 这个田野里路 他有他的前世 今生跟来世 以这个自我调节市场来讲的话 大家知道 Planning深受人类学的影响 他认为人类在安排 他的经济资源的时候 其实有三种或四种方式 比如说 互惠的礼物交换 透过政治中心的再分配 以及我们现在熟悉的 市场的交换 当然他在写这本书 还把家户的自主 当成第四种分类 那在这四种分类里面 市场交换脱颖而出 这个案例第一个告诉我们 就是你现在看到这田野里路 它是透过什么样的过程浮现的 它是在众多可能当中浮现出来 所以这个例子其实在告诉我们 你现在看 他虽然选定 自我调节市场 当成他主要的田野里路 但是他勾勒了他的前身 勾勒了他运作 以及勾勒他的来世 意思是说 田野里路有他历史的面向 我这个结语就讲 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有被我说服 你想要走这条路的话 你如何走上这条路 第一个呢 我认为要足迹 足迹就是你要熟悉 你可能要带着田野里路去 重新去看自己的研究 重新看各种研究 看他们发现的田野里路是什么 有什么类型 有什么性质 比较是我讲的说 你可能要先勾勒出来 田野里路的知识图 所以我才会足迹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要发愿 意思是说 我做研究有一个重要的目的 是要把我研究的场域 我研究的对象 他们如何经营社会生活 这种运作逻辑 是我研究很非常重要的目的 我要发现他 我要勾勒他 这是发愿 然后最后呢 就是要突破 现在已经发现了这么田野里路 我踏进来之后 我能对田野里路 有什么新的贡献 没有什么新的观点 所以足迹发愿 跟寻求突破 我认为是踏上这条路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最后我要讲就是 Isaac Newton 牛顿 听说晚年的时候 他回忆说 我就是在沙滩上玩耍的小孩 然后我偶尔会捡到几颗原石头 有时候会捡到一个漂亮的贝壳 我就很高兴 原石头跟贝壳 指的是天体运作的规律 我就想我没有牛顿那么伟大 但是呢 我大概是像他一样 在沙滩玩耍 但是我试图发现的是社会生活的运作逻辑 然后偶尔我也捡几块漂亮的石头 跟几个漂亮的贝壳 就像今天这几个案例 我跟各位分享的一样 但是除此之外呢 我其实还看到那个绵延不尽的海滩 跟那一望无际的海洋 我希望各位也有看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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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